思想的阶梯系列之六 如何能逆天改命 开始扪心自问 反观内心的人中 多数都是因遭遇了人生的挫折 感受到了种种的不公 内心被不平不甘 与如果这三大业力动力所占据 开始寻求解脱之道 解脱之道分内外两条 花钱请人帮忙 或自己做出转变 前者认为问题出在这个世界 后者认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业力是自身要面对的课业 来自自己认知上的短板 与过往和当下的习气 挫折是自己因无法理解或达成 自己高我给自己预设的课业 而感受到的挫败感 这些课业其实确实是你一时无法达成的 不然也就不用给你安排面对了 毕竟高我不傻 不会老拿你早就熟练的课业当教材 那对他自身短板的提高毫无益处 他渴望挑战极限 感受到哪里有不足 到什么程度会吃力 到什么高度会崩溃 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测试 被自己的高我折磨到崩溃 不是让你转身就逃或绕到走开 而是要静下来好好想想 这个坎他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这个题怎么答才能拿高分 逃避与躲藏是无济于事的 高我有的是时间与方法 让你一遍遍地回到这个高领下 不管你是否还记得 灵修的关键不是找到逃跑的暗钩地道 或压根撂挑子不干了 而是让你可以从多角度 利用多元立体的视角 开始看待人生与这个所谓的自己 用不同的观念去理解与解读 那自以为无法逾越的山梁或沟壑 很多时候无法逾越 只因角度与方法被自己的成见局限了 当梯子不够高 飞行又恐高 产墙没力气的时候 困死还是回头呢 高我绝对不会安排你无法达成的功课 因为他不遵循时间线 所以一定有你还没有看见的方式可以达成 这就是你当下要学习的课业核心 找到隐藏的自我潜能 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意识频率 这个频率是依据你当下的认知与觉知水平而呈现的 每个频率有自身相匹配的课业 感受 遭遇 故事线 大环境等 在什么频率中 你只会遭遇到与这个频率相对等的实相与感受 在同一频率里 其流程是固化的循环 被称为宿命 宿命依据意识体自身投胎时的意识状态 而导入相匹配的实相世界 如果你自己不走出认知与觉知的改变 那你就无法走出自己的四柱生客大运 出生时的意识频率在年月日时上的显化 但你被赋予了自由意识 你可以做出两种改变 即频率改变与视角改变 频率改变是在游戏中扮演与感受不同的故事线 是改命的一种 频率改变后会有很不同的人生 随着意识频率的抬升或降低 你将进入更高级与困难的故事模式中 或更简单轻松的环境里 当然是有前提条件的 进入更容易的故事线的前提 是你要够蠢笨 在简单模式中够感觉苦不堪言 这样到容易里就会感觉只是痛苦不易了 而进入高阶模式 你必须要能在低阶和中阶里都发喜长乐 才能有资格挑战更加艰辛困难的人生历程 视角改变是你从小我的固定视角 与视野中脱离出来 用众生的视角去看世界 用棱镜的视角去看世界 高我 用观察者的视角去看宇宙 本我 用红的视角去看一切 超我 还有更多 你在各个眼睛间切换着 看到不同的意义和方向 也就有了不同的得失的认知和理解 改变视角后 对这个小我的宿命 立刻就产生了不同的认知 改变就是改变自己的观察 认知 解读 测重 记忆 预期 方式 方法 理念 信仰 成见 形态 性格 习气 态度 等一系列 构成自我的要素 让自己成为一个全然不同的自我 也就彻底地改变了自我原有的轨迹 和要面临的困境 命与宿命 和命成 高我利用自己的法身分身 注入一部分自己的原神和能量 形成可注入与驱动小我的灵魂个体 去达成某一面向的探索与尝试 个体灵魂受到这样的初心驱使 被安排入某一时空中的某一角色的人生轨迹里 来达成经历与认知的积累 灵魂也有自己的自我成熟度 青涩的灵魂多是跟团旅游 经历指定项目和景点 然后离开 中青年后 可以自主依据已形成的习气业力趋向 配合高我指定的主攻方向 而规划自己的人生 在出生前和经历中 甚至可以反复地重复尝试挑战同一课题的不同解法 趋于成熟的灵魂对游戏规则与流程已有了相当的熟练度 对物质生活的渴望 对名利等自我价值的追求 对是非对错得失的在意 对科学神学哲学的探讨 都慢慢地淡然了 在死亡与新生的轮转过程中 也不再会消耗大量的精力 做各种不甘的探索 老灵魂会在每一个当下 利用静观的能力收集到关键信息 定做出未被自我偏见扭曲的本真解读 快速理解题目的要求与核心关键 并找到多种解决的途径 从中筛选出一条共赢的选择 而不用再得时间徘徊太久 稚嫩的灵魂会立即 中青年会部分立他 老灵魂会选择共赢 在遭遇困难时 青涩的灵魂会选择激进 等待 逃避 求助 中年灵魂会左顾右盼 上下打量 迂回前进 老灵魂会设法提升自身维度 愉悦过去 宿命是灵魂出生前的规划 意识频率如果一生都基本雷同的话 你的必然经历及命程是相对可以预期的 出生落地的时刻就是你自身频率的三维码标签 这就是所谓的命程 父母 兄妹 妻子 孩子 都已经在你出生那一刻准备就绪 按照次序登场 并呈现出当发生的故事 这就是命程 你的体力多少 自身发展所在的层次 能坚持多久 坚持下去有没有收获 在你出发的时候 就在高危已经全然通透地看清楚了 唯一的悬念就是 你是否会意识觉知跳线 即你是否会觉醒 认知到高我与命程 并放弃小我的逻辑执着 进入高危视角 配合多角度多次元的觉知能力 从你固有的频率中 跳脱出自己的成见 开始扬升意识频率 这里再次强调一遍 不是说你开悟了扬升了 人生就顺遂了富足了 长寿了美满了 只是你的游戏难度更高了 挑战更难了 但收获更大了 在相对时间密度中遭遇的事件 与获取的经验正比增长 本来万年的功课 五百年搞定 上图著 形成的平行故事宿命 不同频率宿命中 有不同的故事线 不同的故事线里 其他角色的故事也都不同 但都均符合此频率实相的 体验水准 当自己进入高频高危后 身边的人物甚至鸡犬 也都是高频高危的存在 角色一样 总结 改命是用不同的认知与心态 面对生活 用不同的意识频率 历经不同频率的十项世界 不同频率的十项世界中 有不同的故事线在同时展开 你的意识和你的角色 同时存在于各个平行时空中 你使用哪个当你自己的主观视角 来感受观察记忆 我的人生是自由意识的选择 当然不是你选了就会发生 还要你的意识层级配得上它 即知行合一的能力 知道懂得与如是这般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感谢观看